第五百三十三集 哼 咚 一声九天神雷撼动天地色变 一声东黄钟响镇压地水风华 一个破灭一个护驰 雷声供终声响彻 成了这方土地唯一的响动 借天威劫雷祭炼本命法宝 这般疯狂的直如自杀一般的举动 已经持续了三个时辰 在这三个时辰里 狂雷天降不停地披落在东黄钟上 一次次地呈现破碎崩溃之预兆 一次次在诸般守法万千印诀里 重新凝成继续接受天雷的洗礼 在这一过程中 张凡自炼成本命法宝之后 这么多年来的感悟心得 对大日对金屋对火之灵性等等 皆如润物细无声一般 趁着一次次重新祭炼凝成 融入到了东黄钟内 此宝毕竟虽然才智绝无仅有 守法高明至极 但毕竟是杰丹其所练的 数十年光阴过去 张凡自认无论是哪一方面 皆是远胜于当年 在这般情况之下 回首再看 东黄钟就显得不那么完美了 多有可精进之处 奈何木已成舟 宝物有成 无论是重新开炉祭炼 或者甚至再造一个 都有诸多的困难 利弊参半 更有百般不舍 只有眼前的机会 最是难得 经此一次 脱胎换骨 东黄钟定然如张凡一般 远非昔日可比 张凡所感受到的这种情况 其实并非是他一人独有 任何一个原英真人 在面对昔日金丹大成时 所祭炼的本命法宝时 都有这般的感受 正是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他们所能做的 就是运养 运养 再运养 这是修仙界公认的手段 人人皆以之 为之治理 张凡独以为非 若是认为一生的修为 就顿不圆英起 那倒也无妨 也足使用了 只是觉得一生 止于化神 倒也看使 可是要再进一步 两步呢 昔日 已若长成的本命法宝 便称一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的鸡肋儿 那上天 让他降临这个世界 有大气韵傍身 天意在我 在这般情况之下 张凡从不认为 自己会止步于 任何一个阶段 若说有 只有两个可以 那就是 壮志未愁 身先死 第二 就是俯瞰众生 探前方 已无路易 除此之外 别无其他的可能 既然如此想法 他怎么可能 不抓住任何一个机会 提高本命法宝的水平 让随着自己 一步步攀治巅峰呢 变则通 若是不变 怕是一生当中 都不可能赶上的修罗藩 先天一气大地圆胎之类的 上古其真 更不用说 与周天星辰图这样的 佼佼者 相抗衡了 东皇忠 张某定让你 不负此名 终有一日 你的终生 会响彻三界 莫敢不从 张凡默念着 眼中尽是坚定之色 也不见他如何做事 万家灯火 落于掌心处 身后就是 妖黄金屋法相 漠然浮现 振翅而起 直冲天际 急 爆喝一声 首辅万家灯火 无量太阳金焰 百年积蓄精华 以万家灯火 作为平衣 汹涌而出 中正平和 火焰一出 璀璨的金色 浸染层云 供天上紫色雷云 争风 尽显中正平和的气云 所谓中正平和 即锋芒不露于外 然触之则怒 赤裂不显于表 然一发洞穿天地 明物火之灵性 太阳金焰 仍然是太阳金焰 却多出了几分神韵 好像真正的太阳 寸步不让 在雷云中汹涌 金屋 穿梭九天神雷之中 环绕冬黄中上 引太阳金焰 遍体灼烧 仿佛要将张凡一身的感悟 尽数荣于其中 造就此宝 劫雷洗礼 金焰祭炼 感悟明刻 脱胎 换骨 一声钟鸣 赫然压下了万千劫雷的响动 成为天地间唯一的声音 镇压了一切紊乱 漫天狂躁的灵气 也随之低沉了下来 煞世间 整个世界仿佛也挨下了一头 钟声当中 东黄中低溜溜地转动着 一层层璀璨的金色 狂躁的子火被从钟声上甩脱 化作漫天的流火 俨然浓郁百倍的夕阳 晚照一般 纯粹 精炼 升华 此时的东黄中 脱出了所有的浮躁 真正成就了 一箭 至宝 轰 甩开所有被震碎的劫雷 东黄中从天而降 是漫长的距离如无物 一个眨眼便已经落了下来 直到被一幕庆云承接 此时的东黄中 内敛的光芒 不见傲然的气息 更有一分的灵动 可以随心意变化 以示张帆现阶段 能达到的巅峰了 啊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张帆整个人放松了下来 挺得笔直的腰杆也松懈了 这一下 就好像紧绷的长弓 骤然放手 反弹而回一般 一股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强大力量 从他的身上释放了出来 随着一松 一做这样的动作 压到了地上 砰砰砰 闷响生生 如气暴 生于大地之下 以张帆盘膝而坐之处 作为中心 方圆树里之地 豁然塌陷 无山越崩腿之恐怖 无飞沙走失的惊骇 有的只是无边的距离 不可抗拒之事 方圆树里 俨然成了一处盆地 宁 张帆的脸色一白 以他的修为 他的力量 做到这样的地步 已经是极限 爆赫的同时 犹如宿令周山灵气 一个庞大到了极点 俨然覆盖数十里范围的 灵气漩涡 获然形成 浮现 昆蓬吞土 夺天地之造化 成就 援英大道 这个漠然形成的灵气漩涡 渲染方圆数十里的 瑰丽华彩 精吞虎视之下 被张帆一个吞息 尽纳于腹中 除 应声而动 一点耀目的光辉 忽然从张帆的顶门新处 百慧翘穴处 一窜而出 带着耀目的光辉 如波云现日的太阳 凝于空中 大日 原因 破碎金丹 融合火之灵性 张帆百年修仙之精华的原因 出现在了眼前 渐渐凝时 大日之光辉 日轮 玄于脑后 金光变洒周身 好像是太阳的嫡子 降世人间 凝望着新城的大日原因 但见其神态安详 仿佛正在酣睡 平静精致的容颜上 甚至带着几分慈悲 忽然 一阵微风刮过 触及原因 一颤之下 恍若龙之逆鳞被触动 小小的双目睁开 顿时 如出生的太阳 变成中天之烈日 无情地暴怒 成了 一声叹息 明明是张帆的心声 却是震动于天地 惹得漫天灵气忽涌 轰隆 天上的劫雷 深邃紫色的雷云 仿佛也感受到了 此时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片刻的沉静 所有的力量汇聚于一点 尚未发出 已是轰鸣之声 隆隆不绝 可以想见 这一发 必是惊天的威能 是要把这个新成就的 原鹰真人 轰杀当场 也是这劫雷 这上天的考验 最后的辉煌 明明原鹰出城 尚在虚弱的状态 分明身心俱疲 祭炼东煌中 已经让张凡 消耗殆尽了 所有的气力 在这般 足以让所有 新晋原鹰真人 害得三魂七魄 齐齐出窍的险境之下 张凡却是淡淡然的一笑 丝毫不放在心中 收 大日原鹰金光一闪 没入到张凡的体内 砰 气爆声中 一个青色的婴儿 带着几分的胸利 从张凡的下单田处 破出 一幅被雀巢 纠占的样子 天舞二日 大日原鹰入体 第二原鹰离体 这一幕 本在张凡的预料之中 也正是 他所准备的 杀手锏 几乎在第二原鹰 被逼出体外的同时 一个高大的黑影 锋芒毕露的剑气 如撕裂的虚空一般 漠然出现在眼前 和 雷云沉沉的压下 转瞬间就要化作洞穿天地的一声巨响 红碎一切的忤逆 片刻痴疑也没有 张凡双掌相对 赫然合拢 应身而动 随着张凡的动作 第二原鹰和剑修分身 合二为一 辅一合体 便剑得第二原鹰 端坐于丹田处 气息相连 剑气纵横 这第二原鹰 本就得自剑力 就是剑英之体 与剑修分身合一 正是相得一张 再来二者 本就是张凡的一部分 承载着相同的精血 更是全无排斥 无需剂脸 或者说 轰然声中 上天的怒吼 正是最后的剂脸 当其时 一道树人荷抱 都不足以形容其粗大 深邃如夜色 也不能自其纯粹至万一的劫雷 终于带着洞穿天地的巨响 轰然而响 这一下 若是击在地上 大地都会被之击穿 若是打在海上 大海 必为之掀起滔天巨浪 淹没岛屿无数 可是他 注定 不能落地 一动一径 动静之间 锋芒毕露 划破虚空 张凡盘息而坐 合上了双眼 仿佛入定当中 剑修分身 则长身抱起 澎湃而出的剑气 均列方圆千丈大地 以身和剑 万丈剑气如虹 疏忽之间拔地而起 刹那不道 破入了劫雷之中 一脚 哄哄 落雷如雨 不似暴雨 反似春雨 连绵不绝 细碎破灭 仿佛下了一场 最是华美不过的流星雨 漠然间张凡睁开了眼睛 一声长笑 响彻了天地 长笑声中 狂风褪去 烟云褪比 正是尘埃落定 烟消云散 还以朗朗乾坤 原因 成 豁然而起 漫天的灵气汇聚 雷结过后 新城的大日元英 贪婪地 把方圆百里之内的 所有灵气都吞噬了一空 最终化作 一团耀眼的金光 从张凡的体内散开 显化而出 原因 神通欲 劫雷散去 阴雨退避 除去那满目疮痍 遍地焦土 简直就好像 三个时辰的狂雷天降 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般 天地之间 若隐若现天音缭绕 若有缤纷花落 此乃天地之鹤 通过雷结洗礼 成就超脱生命 本来形态的 元英大道一般 普天同庆致 沉浸在这 如同暴风雨 过后的平静当中 鼻中 似乎可以闻得 泥土青草的芬芳 张凡张开了双臂 迎风而立 似于拥抱这方天地 真正到了元英境界 他才确切地 体悟出了这其中的不同 那种感觉 就好像是长久的 在沼泽中行走 在冰雪中蹒跚 在海水中凝滞 漠然间拔出了泥足 踏上了陆地 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畅快伶俐 修仙之道 本是超脱之道 人之肉身既是最大的倚仗 也是最大的束缚 虽然即便是到了化神境界 元神可以脱离肉身 而长久地存在 但是肉身之强大 乃非其他可以比拟的 有一利必有一弊 人出生之际就在肉身的包裹之下 肉身本就是天地法则下凝就而成的 受持于这方天地 若不挣脱就无法妄言超脱 故此 长生天地间的第一步 就是挣脱肉身的束缚 取其力而秉其壁 正是精气神修为 凝成一婴儿 是为之 元英大成 百年多难 崎岖先路 张凡终于踏上了这一步 长生大道 就在眼前 触手可及 无穷无尽的灵气才汇聚 方圆数十里 上百里的灵气 都被吸附而来 从皮肤中 从口鼻处 不停地渗入 这简直就不像是在吸收灵气 倒好像是灵气 在强行地灌入 不要都不行 以出城的元英真人实力 不可能驾驭得了 如此庞大的灵气 此乃天地法则的作用 是对经过了雷杰洗礼 对天地来说 新生命的一种奖励 本来枯竭的大日元英 在这方简直称得上是 天涯一般的灵气贯注之下 恍若冬日暖阳中拥备而起 眉宇间骤然生动 瞬间攀升至了巅峰状态 荣荣暖意 耀眼金光 几乎是自然而然地 从张凡的体内向着四面八方散开 在这金光的范围之内 那些无止尽涌过来的灵气被急流 改变形致 任意掌控 演化另一个世界 圆英神通欲 张凡的圆英神通欲 最适合他的 最理想的 整整吃来了数十年的 圆英神通欲 正在第一次形成 哼 方圆数百丈 默然改天换地 眨眼间 换去了乾坤 天地暗下 由朗朗乾坤 落入深沉的黑暗 这种暗 不是阴沉 不是森染 只是宁静的夜 自古的幽暗 一席 两席 三席 在这令人窒息的黑暗中 不过数席 一点星光 忽然亮起 一点 两点 三点 终至小周天树 三十六颗星辰 镶嵌在天雨上 清冷的星辉 变洒天地 淡去了黑暗 反而有种宁静 安详的感觉 置身其中 仰望那三十六颗星辰 沉浸在那星辉的美妙里 难免怅然若失 只觉得 偌大的天地 广阔无垠的星空 三十六颗星辰 实在是太少 太少 要是三百六十五颗 周天星辰 悬于天际 守护人间 那该有多好 玄机 这种想法淡去 一束火红 突然从东边的天际绽放 金红色的光芒 瞬间把黑暗驱散 将整个东方的角落 化作光明的世界 黑暗之中 即便是一只小小的萤火虫 也显得显眼无比 旷乎这顶天立地的一株扶桑树呢 正是一树的太阳金燕 上期大日金屋 扶桑树 扶桑树上 有一人 一金屋 一桶中 皆是太阳金燕 熊熊燃烧 夺进了天地间 所有的光辉 东 莫然间一声钟鸣 刹那间一声乌体 东黄终生中 乌体响彻之下 大日金屋 从佛桑树上飞起 化作一团耀眼夺目的金光 遍体熊熊金燕 炽热到了极点 哼 金屋 不见 黑暗 不见 星辰 不见 豁然一声 所有的一切 明明尚在原处 却恍若不见 只有一轮红日 从东方月初 升起 出生的太阳 说不出的活泼 明媚的光芒下 夜色笼罩的世界 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上 日光过处 黑暗退去 现出了山鸾起伏 江河纵横的地貌 引燃一个完整的世界 在大日的光辉之下 从黑暗之中 跃然而出 随着日上中天 光辉变洒 偌大的世界再无死角 彻底地展露了出来 一切的一切 山有高矮 江河有缓急 湖泊有大小 大海有深浅 沙漠中自有绿洲 冰川下 也有溪流 林木郁郁葱葱 花草欣欣向荣 除去没有生灵 俨然一个广大无边的 真实的世界 唉 尝出了一口气 张帆宁立于扶桑树上 看着日升月落 望着金屋 一次次冲天而起 由出生的活泼 中天的辉煌 晚兆时的华丽 演绎着大自然 日月轮转的变化 这便是张帆的 原音神通欲 这便是张帆宾